受疫情影响太严重 加拿大政府给大家发钱了 很多温哥华的小伙伴们私信问我怎么领钱 在这里我给大家汇总了五类可以领取的钱 总计10752刀 看完这个视频 你就是温哥华最富有的在 第一类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失业救济金 总计8000刀 每四周发一次 由于政府把临时意爱和普通意爱 合并为Emergency Response Benefit 简称CERB 只需要你因为疫情失去工作 收入减少就符合条件 即使不符合普通意爱的条件 你都可以领钱 需要注意的是 可申请时段从今年3月15日到10月3日 第二类就是房屋住房补贴 1500刀为期三个月 如果你是个租客 并且因为疫情原因收入减少 那么你就可以获得该项补贴 需要注意的是 每月500刀是发给房东 房东来扣除差价 第三类就是牛奶金 每个月300刀 只针对有孩子的家庭 从今年5月开始 自动加入到你的牛奶金 直到疫情结束 第四类是低收入保障补贴 共900刀分三个月发放 这类补贴主要针对 不能领取CERB的人群 由于CERB发放人群太多 所以即便你未能申请成功 很可能政府会给你补贴改项 作为补偿 而且是无需申请 直接收取支票 最后一项是交通补贴 受疫情影响 Translink停运 所以凡是购买了BCBus Pass的人 BC省政府补贴52道交通费 那么小伙伴们你清楚了吗 还不快去领钱